哎 我跟你说 虽然吧 我还是看你那么不顺眼 但我也谢谢你 今天出手相救 彼此彼此 毕竟你救我在先 理所应当 来 痛快 哎 对了 你们抓到那个眼线 怎么处置的 你对他了解多少 我 我还真不了解 我也是那次 从你们眉府逃出去 我才知道 有我们青龙寨的影线 这具体的吧 我真的也不太清楚 实不相瞒 在我去青龙寨之前 他就自杀了 真的解答 自杀了 恐怕他也知道 就算我放过他 难把天也不会放过他 那 那倒也是 说得没错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跟你说 我就想跟我们家小丸子 远走高飞 然后成亲 再生一大堆孩子 最后我们两个过上 细细复复 没心没下的生活 看不出你挺浪漫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我是真爱他呀 我们家小丸子 我觉得 他是上天给我的礼物 给多少金银财宝都不换 我此生非他不许了我跟你说 果然 他还不知道小丸子和郡主调换了身份 你知道吗 我们家小丸子长得好看不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内在美 对了 你们那个文儿有句话 怎么讲来着 秀 秀内会 会外 秀外会中 对对对对 还是你聊天我 懂啊 那你读书时候 怎 怎么说话呢 我跟你说 我们家丸子就完全不嫌弃我 它不光文采好 它琴棋书画样样镜头 我跟你讲 我们家丸子 不光人长得好看 它 也是那么地完美 但是 就还是 有一点点小缺点 它长得太好看了 它脾气还那么好 我担心它这样出去 会被人家欺负吗 我跟你讲 你听我说 你们家郡主 其实 也还行 但照我们家丸子就差了一点 我跟你说 兄弟 你可千万不能对我们家丸子动心 别说是你 就算是天王老 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都 对了 你生一个儿子 然后我要生一个女儿 就要她嫁入你们美府 大可不必 那是不是就嫁入好门了呢 这是最后一个包子了 爹 好好好 这些日子您受苦了 可别提了 那个男霸天她又不是个人 你爹在山上的时候 要不是那个婴瑶姑娘 没事给我送点吃的 我早就饿死了 君主真是个好人 特别好 闺女 闺女 爹问你个事 我看你跟三少的关系 爹是不是很快就能抱外孙了 说什么呢 谁说的才没有呢 织女莫若妇啊 没 没有的事 但是丸子 爹跟你说正经的 经过这么一遭吧 爹算捡回了一条命 而且看着梅家这家大业大的 爹不能给你丢人 所以 爹决定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赌了 爹要在 庆州开个最大的赌方 别开玩笑的 你答应我别再赌就行了 也不许乱喝酒 放心 我和梅三少还不好说呢 这件事情迟早慢不住 你们多吃点 怎么着 闺女 咱冰来酱挡 水来土掩 走一步算一步 来 来来来来 来 太好吃了 好 这得再来一盘吧 来 好